一次上課的東西都有就是有放在上面 那再來的話呢 上個禮拜大概把上個禮拜的重點 再稍微重點回顧一下 那今天大概也說一下 比如說今天我們的重點大概就擺在那個像 那個如何抓取那個像網路資料 那我大概概分了幾個方向 第一個是開放資料 那這個所謂的開放資料 像台北市政府或者是中央政府行政院 像PM2.5那些相關資源 那些資料其實它就是讓你open的 那可是open的話你要怎麼抓取 其實特別注意喔 網路上的資料有分成開放資料 但是呢也有一些所謂的不開放資料 它主要是給你看但是不讓你抓 所以那些資料當然呢 我想抓取的 可能性就會相對的比較 比較不是比較低啦 但是相對的比較困難 因為它就是不讓你抓 所以它會用一些方法 限制你抓取 為什麼可以限制你抓取 當然就技術上的問題啦 所以 基本上有開放 當然也所謂的不開放資料 那還有就是說呢 如果今天假如除了說 公部門 或者是企業的開放資料之外 如果說你自己想要創一個開放資料 給別人去抓取的話 那其實你可以透過像雲端硬碟 雲端硬碟本身也可以 製作 你自己的開放資料 你做好之後也可以給別人去抓取 所以以後如果人家跟你要一個開放資料 那他也懂得利用那個像Python 或者VBA去抓取 那同樣 你也可以創一個 這個開放資料給他抓取 再來就是網頁上的 資料 比如說像 常見的像什麼匯率啦 或者股市啦 等等的相關資料 那他放在網路上我怎麼可以 快速的把他抓取下來 而且呢 可以當然你可以一段時間去抓 或者甚至自動去抓 那這部分該怎麼做 我想這個是今天主要做 還有就是說 Excel檔案的讀寫 那上個禮拜我們大概就講了幾個 比較像 比較重點是 串列的計算 串列的使用 類似 跟另外有一個字典 Dictionary 那 串列的話通常就一串的 基本上就是類似像那個 一般程式裡面的 陣列 Dictionary的話 其實 他就是一個key value的架構 一個key一個value 那其實 對應到網路的那個 檔案形式 有點像那個 網路上那個json檔 所以很多時候json檔 下來你其實可以放在dictionary 我們的字典 這個形態 然後再做後續的應用 後面我們其實基本上有做了一些練習 然後呢 再來就是說呢 存檔 跟讀檔 的部分 我們上禮拜的部分 還有資料庫 最後當然我們有講到有關資料庫 Seqlite資料庫的新增 新增資料的列息 大概會有這些 那 存檔跟讀檔這個很重要 因為將來你抓了資料之後 你要永久性儲存的話 你可能還是需要把它放在檔案 或者資料庫裡面 那這個部分的話如果 上禮拜好像 因為 來個同學啊 沒今天這麼踴躍 看起來好像 新天幾乎全員 快到齊了 那上禮拜 就大概 小貓幾隻吧 不過沒有關係 我都把它錄下來 所以如果你要複習的話 記得就回去再看一下 那除了有影片之外 我們的那個相關的檔案 在雲端上面 都可以看到雲端白板裡面 你可以看一下那個 我們有分成一二三 上個禮拜就是第五 第五的部分 所以你第五部分的話 上個禮拜練習的 都在這上面 所以你大概可以看一下 什麼叫list 然後list裡面我們在練習的一個就是 那個輸入 輸入成績的部分 那輸入成績我們有練習就是說我們手動key in的跟從檔案讀取 然後再做後續的 這相關的練習 所以上面都有畫面啦 當然也有source 所以如果你要練習的話你只要 在那個eclips裡面 插入一個新的module 然後把程式貼上 反正就可以work 那至少你要有個概念 反正 那因為我們這一般程度其實落差還蠻大的 如果說你動作比較慢的同學 反正就先貼嘛 先run 然後先知道有個這個大概 的情況 至少有一些這樣的概念 然後呢字典 字典的話 將來會跟那個像jason檔 因為jason檔他也是key value 字典也是key value 字典也是key value 那我們可以怎麼樣把那個 jason檔 從網路上撈下來之後 放在dictionary裡面 然後呢 再去做 你要做輸出 也許你可以輸出到 畫面上 或者甚至你可以把它存檔 存成檔案 或者存成資料庫 其實都可以 那我是覺得 那個python有個很大的優勢 就是說 他的程式真的比 其他的語言還來的簡單很多 因為真的行數 少了很多 而且還蠻簡潔的 另外呢 資料形態你也不需要宣告 你就可以用 我覺得很多地方 這個地方算是他的長處 跟vba 比起來 其實 我是覺得 差不多 都有各自的優勢 比起來我覺得 兩者其實 程式語言都算是非常的精簡 那python在抓取網路資料部分 還要更厲害 OK 這裡面的話呢 其他我想這是上個禮拜的畫面 那今天的話呢 大概我們就要延伸出去 再來講到有關那個 如何抓取網路資料部分 上個禮拜最後講的那個 因為sqlite 我們最後大概講了一部分 就是 用sqlite 怎麼樣去做 建立那個 資料庫的部分 那這個部分其實也是非常的重要 有關sqlite 這個 資料庫的運行 那資料 sqlite的資料庫運行 基本上 跟其他的資料庫概念都是 幾乎一樣 差別只是說有些 簡單的語法 名稱不太一樣 但是基本上都會遵循固定的 一定會有資料庫 那你資料庫建立之後一定會有資料表 有資料表 裡面就有欄位 所以大概 都一樣資料庫 資料表 幾個欄位 然後呢 如果你要了解那個 資料庫的相關操作 你至少要學會一個叫sql的東西 sql 如果你不懂sql 其實有個簡單的方法 我都叫同學說你可以 Google一下 就有相關的那個 教學了 像你可以查sql sql語法教學 或者sql語法就有了 這邊有sql語法 那其實你不需要每一個 一下子全部都聊 你大概就知道 重點這個 第一個 如何把資料 把它撈出來 撈出來就是select select 就是把它從 資料庫裡面把資料撈出來 所以你就大概 因為sql 就是一個語言 這個語言基本上就是跟 資料庫溝通 他 每一個資料庫 基本上都聽得懂 sql語言 所以不管你後面資料庫是什麼啦 反正你就下sql語法他就可以知道你要做什麼 然後sql語法裡面的比較重要的部分大概有幾個啦 第一個當然就是 比如說你怎麼去建table 所以建table的話 就是你要怎麼產生一個資料表 create table 然後名稱 上禮拜我們練習是table01 然後 資料表裡面的一定要有欄位 所以呢我們就建了兩個欄位 叫number NUM 跟一個TEL 那兩個欄位 這兩個欄位做什麼 顧名思義嘛 我要放 編號 這個是編號 然後這個是電話 編號電話 編號電話 然後呢我在底下呢 insert into insert into呢實際上就是新增 資料 到哪裡呢 到table01 裡面放什麼呢 放我的編號 加上我的電話 你就可以新增一筆新增一筆 所以你也可以配合程式啦 以後程式的話 你可以 一直不斷的新增 那如果說你有網路資料撈下來 你要放在資料庫的話 那就跑回圈就可以了 編號 比如說他的那個資料剛好是編號電話 那又insert 一筆再insert一筆再insert一筆再insert就可以了 這些資料呢就會全部 都會跑到 我們的 這個 資料庫裡面 那當然呢 如果說你將來要去 把那個資料庫找到的話 它一定是一個實體存在 那這個實體存在 名稱就是 叫 Cursor01.db 那你可以到那個 你的根木屋底下 城市的根木屋底下 把它開起來 那 因為你insert啦 上禮拜我們練習到這邊 那如果你不知道怎麼去開啟的話 你可以從那個 雲端上面找到一個工具 我有在雲端上面 放了一個 就補充資料吧 裡面有一個叫 Seql Lite Browser 這個我蠻習慣使用 因為它免安裝 你把它下載解壓縮之後 打開 打開它 它就可以幫你怎麼樣 把那個資料庫 開掉因為如果你沒有用這個工具的話 那 那個檔案 你是沒有辦法知道 你沒辦法把它打開 所以如果你要打開的話 那你可以用這個瀏覽器 然後呢我們 因為我的那個 檔案是放在我們的 那個Python的Workspace裡面 然後我建了一個 專案叫TESEL P1 裡面的話會有一個這個 叫做 Cursor01.db 那我們上禮拜就是教各位怎麼樣 你可以直接到這個路徑底下 因為這個是我們的專案 套件 底下 因為我的 程式是放這裡 所以它會自動幫我產生資料庫 就這裡 所以.db的檔案就是一個資料庫 那當然呢 這個檔案的 有點像那個 SS 不過SS是.mdd 如果你有裝SS 就可以打開 但是你沒有裝的話 那你就也是打不開 所以這個道理差不多 我們如果要開啟這個.db的話 我們就可以利用哪一個呢 利用這個 這個browser 就是SQLite的browser 你可以按open 那你可以怎麼樣呢 可以把那個 這個檔案的路徑告訴他 我習慣就編輯路徑一下 按右鍵然後把它複製一下 再把這個 路徑貼上 這樣會比較好找 把它開起來 開起來之後的話 你就找到這個 Cursor01.db 開啟之後的話 那利用這個工具 第一個你可以看到 Database 的Structure 它裡面就會有 這個Database裡面就會有一個Table 有沒有 Object是Table 那裡面的話就有兩個欄位 一個欄位叫 MUM 一個叫TL 它的Type的話就資料形態 是Integer 整數 所以只能放整數 第二個的話是文字 Tesl 當然如果你要做後續的瀏覽 Growse data的話 那你可以看一下 目前呢 我insert了一筆資料 是 2 然後有電話 但如果你要再新增的話 其實你一樣可以怎麼樣 再開啟這個 這個這個程式 然後如果在insert的話 特別注意喔 因為它是Primary Key 然後呢這個Primary Key 有個重點就第一個 不能重複 所以你不能說你在執行 所以上個禮拜同學好像在執行一次 就會跳出什麼 這個錯誤訊息 這錯誤訊息告訴你說 啊 什麼unique 告訴你說 你不能夠再 新增一筆 資料 它的編號一樣是2 有沒有 如果是2的話呢 很抱歉不能 除非怎麼樣你把它改成3 然後這邊的話也許後面電話嘛隨便改一下嘛 改個不一樣就可以 然後呢 只要關鍵就是改這個 因為它是Primary Key 而且是Nazenu 所以你不能重複 之外呢 你也不能夠空白 所以這個一定很重要 然後你把它執行 如果我再加1筆3 然後再執行過一遍的話 那它就會沒有錯誤訊息 那你再到browse 裡面的話 你就是再browse一下 你就是再把它 再run一下 你會發現 3就出現了 那這個工具主要就是 你一邊 印真 你可以馬上在這邊看到結果 但如果你沒有這個工具的話 變成你還要再寫程式 去把資料撈出來 感覺好像又要再多做一件事情 所以 主要就是可以 利用這個方式呢 可以把資料印射 以後呢 當然你只要 懂得 這些基本語法 其實呢 就可以 達到 比如說第一個 建立資料庫 第二個建立一個 資料表 Table01 第三個新增資料到 它的裡面 所以你可以把這些串連在一起 比如網路上撈資料 你就可以 儲存在資料庫 這部分很重要 因為未來 你一定會遇到 資料下來嘛 那你不可能說我看到 就算了 你還要怎麼樣把它存起來 所以要怎麼樣 把網路上撈資料 放在資料庫裡面 這個可能就是 後面的一個重點 那 再來後面 還有就是查詢 所以在後面我看一下 我應該有放那個 怎麼樣再把 這個後面有畫面 有沒有 123 最後的話呢 當然你可以 假設你會避免掉 那個什麼呢 就是 因為你那個 編號 你 假設要一直 去改 感覺不合理 所以其實還有一個方法 就是 你可以把什麼 Primary Key 後面再增加一個 Auto Increment Auto Increment 意思是說 那個編號 不要Key了 你幫我自己Key好了 而且你自己幫 Auto 自動怎麼樣 增號就好了 所以你可以在那個 這個 後面的話 你可以再加一個 Auto Increment 這個關鍵字 然後呢 Insert into的時候呢 那個Lumber那個欄位 你就不用去Insert 不用新增了 那他就知道說 那我就放電話就好了 編號我就幫你編 這樣子的話呢 就會避免很多錯誤 所以有時候編號 我們就知道他編了 不過他編號變成他只能編1234 那如果說你的編號有 比較特殊的規則 你可能就沒辦法用Auto Increment OK 那再來就是把資料查出來 因為你要把資料新增 就要把它查 可是你只是讓他自己編號1234 對對對 但是號碼你還是要自己key 不用key啊 他會自己幫你增加 沒有說你後面的那個 電話號碼 對啊對啊 你要自己key 所以未來這個地方喔 你可以 再產生一個input 有沒有 前面不是input 你可以在 也許前面的程式嘛 你可以再增加一個input的變數嘛 有沒有讓他可以 請輸入電話號碼 對不對 然後就輸入電話號碼 然後就insert一筆 有沒有 就配合前面的程式嘛 就可以有個互動 再不然你可能就是 再新增一個介面 反正就可以讓他輸入 這樣不然 現在只能去 修改上面的程式 但如果你要 讓他有互動性的話 就把前面那個input的 功能加進來就ok了 OK 好那 最後的話就把資料查出來 查詢喔 其實也是跟他講 也是這個查詢喔 只是把 那個seql語言丟到 資料庫跟他講說 你幫我把所有資料撈出來 並且秀在那個 Python裡面 畫面上 那其實就一個語法 就剛剛講的 select select語法後面 你只要加一個 這個star指的是所有欄位 front table 01 他就會把資料全部撈出來了 那這部分的話我想 這個請各位 也許在重點複習 因為我覺得資料庫這個部分 非常的重要 因為 將來呢 無論你跟任何的資料做輸入 會因為會輸出儲存的話 其實好像還是大部分都會放在資料庫裡面 所以如果你在資料庫不熟的話 那將來可能還是會有個問題 那也許你 大概最重要就是說你第一個了解他的架構 比如說SEQL9這個 套件裡面 他怎麼去建 一定會有個connection 建資料庫 一定會有個科色 去存取資料 表 然後另外的話 一個SEQL語法 接下來就是SEQL語法裡面的一些相關的 重點 最重要大概你就學會 四大功能大概就夠了 一個是查詢 就select 一個是 輸入insert into 然後再來就是再兩個啦 可能我覺得比較次要的 就是刪除資料 delete 所以你可以看到 select 這個可能要看一下 另外的話呢 還有就是那個 那個什麼delete 刪除 看一下 這裡面SEQL指令 指令裡面的話 你可以看刪除 跟 修改 修改 update 這邊有 delete from 所以最重要大概就是 select insert into insert into 就是新增 然後再來就是 那個delete跟update 大概這幾個 其他我想各位再找一下 語法教學 他這裡面應該都有這些東西 而且會 有一些敘述 所以四大功能 select insert into delete 跟update 就是 刪除跟修改 大概就是四大功能 其實用來用去 我們現在撰寫程式 操作 資料庫 大概就不會超過這四個 把資料調出來就查詢 把資料寫進去就insert into 那把資料刪除就delete 那 更改某一個 資料就是update 所以這四大功能你把它學會 一個系統的運行 大概就差不多了 以前我寫專案也這樣 我大概就用這四個就 就搞定所有一切了 所以其實說這樣 但有些其實 你說不重要嗎 反正用到機會很少了 你暫時不知道也沒關係 如果你還 沒有需要 那你就暫時知道就可以了 因為說真的 學程式的東西 最怕是你學到一些不應該學的 這樣會影響你 而且會容易走火入魔 很多人真的學了一堆 我是覺得 對你們來說暫時不用學 像我以前學習的時候 真的很用功 我每一本書把它記錄 發現我什麼都不會寫 因為 每一本書講的都不一樣 而且每一本書講的都非常透徹 但是他沒有告訴我哪 我該怎麼做 所以實作最後我發現 最後我知道 其他我都忘掉了 我就記得這些就好了 如何操作C口語言 如何跟C口語言連接 就夠了 真的 其他 我基本上大概知道 可是我基本上 再也不會用到那些東西 當然還有 他會告訴你很多方法 可是說真的 你就找到一個最好的方法就好 就像說你來台北方交換工具很多了 但你只要知道一種就好了 其他真的是多餘的 你知道那麼多幹嘛 你要搭 客車搭火車 等等 大概這樣子 所以請各位大家了解一下 那待會我們也會再把那個 查詢的slate的部分稍微再講一下 所以我們大概重點 insert into 一定要知道 然後呢 再把它撈出來 也要知道 大概這兩個我想 大概就暫時足夠了 請各位先把那個 環境先開啟 然後呢 另外呢雲端部分也先開起來 再來的話呢 我們就再繼續把資料庫部分呢 做個結尾 後面 兩個重點 一個就網路撈資料 我把它分成三種 然後 網路撈資料有三個單元 因為後來我發現把它全部湊在一起好像 太 太多了 所以我就把它 乾脆再拆解 所以你們可以看到 06的有123 那我從簡單到複雜 最簡單就是開放資料 因為開放就是告訴你這個可以撈啦沒有關係 你盡量撈 而且它會不斷update 像我還蠻常用到那個 像我自己的手機 如果你們那個到Play商店 找一下我我有寫過那個App 那個App也是自己自己好玩 就是上課的時候有寫到 也是一樣會撈一些 那個網路的資料 所以呢很多開放資料就是給你撈 裡面的話 每天剛好交到那個 App的部分 然後我就請同學說你搜尋一下那個Play商店裡面 那我的名字 你看 因為我自己也有丟一些東西 裡面的話呢 我就看一下 這邊多一個 那你可以看喔 這邊我有放了一個是高速公路速查 這個是我自己寫的 那其實也是啊 直接撈那個高工局的資料 撈什麼撈圖就好了 把圖撈進來放在我的手 所以這個 這個App我基本上每天都會查 因為 因為出門第一個就遇到塞車嘛 那像下雨我怎麼知道哪個地方有塞哪個地方沒塞 尤其上廉價好了 那你一定要先 先看一下 不然的話 所以我 我決定要不要出門 我都會先看一下交通 像那個 國慶四天廉價 第一天我就不出門了 因為我看 天啊 滿江紅 全部都紅的 紅一片 還有 紅到發紫的也有 紫的就是那個 有沒有 完全是塞車的 塞到已經不會動了 那幹嘛出門 出門你就剛才停 停在那個高中座上 所以第二天我看 第二天我一早就先看一下路況 發現整個都綠了 太好了 我們準備出門了 小朋友就很開心 出門了 所以 第三天我就 因為有四天嘛 第三天我看 第三天要不要回去 因為我們可以彈性嘛 如果塞車我們就可以再多住一晚 就第三天發現 哇整個都紅的 因為紅的發 因為大家可能有預期心理可能第四天會塞車 所以我就看 紅的又發算了 我們不要我們第四天再回來 果真第四天 一路順暢 所以有的時候啦其實就是 還是有一些information 如果你可以比人家多知道多掌握的話 就很方便 這個app是我自己寫的 我自己裝 我只要一上車我就先看一下哪邊塞車 這我寫的 1968 不是1968 因為1968那個很麻煩 他還要點進去點進去點進去 然後low to又low很慢 所以我就想一個很簡單 我只是因為我每次 用那個1968那個點進去點很久 我就覺得很麻煩 所以我自己寫一個 我一打開我看到路況就好了 其他我不要 因為我喜歡簡單 我看到我要了就好了 所以這個app 優點就是很簡單 但缺點也是很簡單 因為沒有別的東西 那另外還有我很喜歡到 就是 海邊做一些 活動 所以我很 希望知道潮汐 那可能網路上我app查一下沒有潮汐的app 所以我就去那個中央氣象局 他有一些固定會發布的潮汐的一些圖檔 那我一樣 直接low到我的那個app裡面 諸如此類 那就做了一些東西 也是從網路上撈東西 那還有就是說像VBA 之前都是用VBA啦 不過最近呢 兩個我會互相搭配 那我會看哪一個比較強 那我就用哪一個部分 那這個我想我會 再等一下會跟各位講 那會放在 第六 六 六之一 六之二 六之三 那另外的話呢 還有最後有個處理 試算表 也會再跟各位講 那今天大概 就我想把這東西講完 應該時間 也差不多了 而且我還擔心講不完 因為 太多了 OK 那所以等一下有時間的話 也許自己再稍微看一下 那我們把 第二個 我可以 所以 有 可以 給你的